这是一部非主流 的纪录片也拿出手 就被二十多家电视台剧播 就连导演本人对纪录片的评价都很令人绝望 一 土的掉渣 二 摄影和录音师毫无经验 三 没有导演技巧 四 音乐单一 然而这么一部奇葩 纪录片最近却在B站大火时天里点击量 超过七万战斗班也拿下了八点期的高分很多人值 接看哭甚至两天后跑来再看第二遍谱时 温暖 接地七是评论里出现的最多的词 因为寻找手艺的镜头里记录的就是那些默默门的民间手艺人 他们的人生很慢慢的做好一件事 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然而如果不快一些记录他们的人生 可能就来不及了在云南岛 演第一次在拍摄时流下了眼泪 因为一位八十多岁的坐三老人看位 他几十年如一日美 天都靠在墙角坐三 拍摄期间老人用年限固定三股价 实现断了八次每断一次老人都会愣神 然后焦急的尝试下一次到后来变得十分纸丧导也说 说起来也没什么好哭的 但是我就是没看一次就哭一次 一包伞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所有材料就是竹子 纸张 年限坎温坐伞都是凭几十年的感觉 但是他终究还是老了今年四月片刻上传到B站之后 有人给导演资信说 想买老人家坐的散倒 眼筒记了一下大概有二十把联系坎温家人 使他们说坎温今年二月已经去世了再也没有 人坐散了在贵州小黄春两位老奶奶正在用集齐 简单的方式造纸 那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手工造纸 他们打算发剩下的原料全部 用完就不再做了这也意味着当地的造纸说 或许也随之失传在拍完造纸后 导演要记下他们的姓名还给他们拍照 脸上满是皱纹的两位老人都特别高兴 笑容满面的说 接下我们的名字到北京了 照片也到北京了 就算名字到了北京也好啊 两位老人静静的造了一辈子的纸 在收工时知道名字和照片被记录下来就已经像孩子一样 新满一族纪录片在B站发布后 大家在这段的弹幕里密密麻麻写着 阿妈你们到北京了 一到上海 一到广州 一到纽约的 在新 江康什做淘气的兔尔薛江大叔说 他家的房子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的开发商要征地 给他十二套单元房 他不让他不在乎赚钱 多少 只想给世人留下更多的淘气 他说 祖辈留下的房子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 祖辈的手艺也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 做淘气的时候大叔一直在土窑里专注地爬上爬下 但当他把最后一批淘气送入火窑 后大叔却突然对着镜头 开始发起了牢骚 他担心 有一天他不在乎这些淘气就会慢慢 像十三西藏这个二十一岁的帅气小哥 从十三岁起就开始 磕金了到设置座问是不是磕得越多 拿的钱就越多 他连忙摇头说 不是不是 磕的时候好好磕 慢慢磕 对这个板子好一点吗 否则良心过意不去 从十八岁开始编制腰带的时大姐 四十多年从未间断 每年能编出五到六条百到集市上去卖 开价一百往往会被人看到六十五至八十 稳到编着腰带累不累 难不难的时候时大姐给出了毫不犹豫的答案 会就不难 不会就难 喜欢 所以不觉得累 不喜欢才会觉得累 在山东四水导演还拍摄了土桃的手艺人刘新文 在他的门口贴着一张显影的字条信 名后面特意标注了墨带传人 四个字 他之所以称自己是四水淘气的墨带传人 是因为这沟阵 曾经有几百故人家制 做土桃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在片子的后期剪辑中 让导演却犹豫着没有保留新闻放 到正片里 他几乎是中国传统手艺和手艺人的一个缩影 可是 太悲凉了 看到他 心里总会有一些没落的寒意 在四川喜德县当地最大一家七气场已经倒闭 了这里曾以一族七气 而名字用红 黄 黑三种颜色组合 就能够会出色彩名利 那七名吉武 可是吉武家族七气的唯一女妻 成人六七岁 开始喜好 七气在父亲的信心传授下手艺 已经任超前悲然而现实打败了 喜德县的七气场也打败了吉武五个七气场倒闭后 那其不敢再让女儿受生活之苦忌 去七气之路 他让女儿去讨了老师 如今成了小学老师 的吉武五个只能在周末和结家日回来帮帮爸爸的忙 但他告诉导演 其实他最深爱的还是七气四川银金这里的杀器看似公布 应求但愿意接单的人却越来越少 或如把价格压得太低了 每一只杀器的利润到了 手艺人手里只有不到一块钱 即使是在商铺林地的杀器一条街 手艺人已经从百十号 人降到二十多人且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 因为利润太低 年轻人无人能静下心来做杀器 在火烫的沙妖里热的 满头大汗的大哥说 宰过十年二十年 银金杀器就该灭绝了 戈壁荒塌上设置组找到了胡大败尔 得他在很远的地方放梁 看到有客人来他特别开心把家里的鸡蛋煮了一半 他是牧羊人 也是民间艺术家弹的音乐和动人心会之作 演奏巴拉玛 乐阿尔普 都达二等民族乐器 向位九十公里无人 向南八公里无人 向西十一公里无人 唢呐的声音以胡大败尔的卫中心 扶贫整个戈壁滩 然而胡大败尔的手艺 却当场诗成他的儿子 没有学习做乐器 连一个音符也追不响 这些手艺人用苍蟹 与汗水 讲述了他们一生的故事 也用一生的时间 经历了传统手艺从有到无 的过程 他们从不问什么是工匠精神 只是单纯的来头工作导演 说在拍完这个纪录片之后 他觉得很惭愧 再也不好意思提梦想这个词了 虽然一开始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 去拍片 就是因为梦想 因为预算又限 请不起真业人 是不仅摄影师 是由司机临时担当录音师 还给先知灯光 晚年拍摄设备 十二手的导演 不仅跟着摄影 还先自作后期 拍完演了五十多变成片后 也没钱做推广 一般电影至少几十万 几千万的推广费 在我一分钱没有 被电视台直播寻找手艺 连成本都收不回 但导演却表示 要人看就好 拍出来的人看财产 用一套房子 为一百多位手艺人 留下了影线记录 文字记录 值了 高尔基曾说一门手艺的消亡 就代表着一座小型博物馆 的消失手艺人的坚持 不仅是为了谋生 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守护 我们无法阻挡时代的变先 只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手艺人 也许关注的人多一些的手艺 就能消失的慢一些来源 半道产报编辑 小唐元